道理愈讲愈明白 真相愈滑愈清楚 这里是愈讲愈有理 大家好这里是愈讲愈有理 我是石头 今天邀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 骆桥和石头做拍档的 骆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香港的形势似乎急转直下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美国这边出台了要制裁11名的中港官员之后 在香港时间8月10号 香港警方就以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的名义 开始大举捉人 总共捉了10个人 其中包括了 《壹传媒》的老板黎智英和他两个儿子 还有《壹传媒》里面的多名高层 总共是7个人 另外还有三名就是 前香港众志的核心成员周庭 还有两位分别就是 香港故事的成员李宇軒 和前学民思潮的成员李宗泽 他们全部都是指 违反了国安法 勾结境外势力 在同一天中共方面又出台了 制裁美国的政界人的名单 今天就香港事件 请骆桥来和我们 发表一下他的看法 其实在7月1号之前 大家都估到 这个国安法 它短期的目标 就是针对9月的立法会选举 和大抓捕 当时我记得 在海外的很多华人 互相都 通讯的时候都表达 很担心 7月1号 会不会真的立刻抓 黎智英 立刻抓黄之锋 当时大家都这么说 所以都 今天发生的事情 其实都没有意外 你说他是不是因为制裁 那11个港共高官 而作出今次的抓捕 可能是那个时间方面 推前了一些 不过这个也是中共的一向 短期的目标 就是要做这两样的 立法会选举 他被他搞祸了 那现在今天大抓捕 第一批抓捕的人 就已经抓捕了 值得提的是 就是黎智英 就是很多的媒体 就是主流媒体 所有的了 就是都是报道了 但是反而就是 有两批年轻人 大家我觉得都可能 要特别关注一下 一个就是黄之锋 众志系统的周庭 另外一个 大家都知道 香港故事的 李宇乾 和钱学民思潮的 李宗泽 他们是比较 就是滥炒 独立那类的 所以他这次是一石三鳥 就是 声动激势 就先打黎智英 但是周庭 就是第二人 被抓了 接着就是 其他那两位朋友 总共就是抓了十人 这个黎智英的 壹传媒是抓了七个 抓捕的里面 很多细节 现在慢慢流出来 我觉得是非常之重要的 第一个 他们是 为这些人 就罗列了罪名 每一个人都有 就有很清楚的罪名 现在告他们的罪名是什么 譬如说 黎智英就是 勾结外国势力 但是是完全没有细节的 在理论上来说 国安法是7月1日生效 之前是没有追溯力的 黎智英是什么情况之下 犯了这个勾结势力 是完全没有说的 这个细节是很重要的 第二 就被人感觉 就是中国大陆那股年猪 因为 就是 黎智英的两个儿子 都被抓 而黎智英这两个儿子 大家都知道 他们是完全不参与 黎智英的 一传媒的运作 为什么这两个人 也是被抓呢 第三就是 出了200个警员 就是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之下 去把苹果的办公室翻转 这一点我觉得这个细节也很重要的 再一个就是 邓炳强禁止有些传媒 不让他们进入大楼的正门的采访区 当他们公布这件事的时候 不准备采访区 这几个传媒包括了路透社 美联社 《立场新闻》和《香港电台》 连香港电台都不让 所以这些这样的抓捕的细节 我就很高兴就是已经出来了 这些就是将来来成为 在全球的搜集证据的重要的部分 我觉得现在在香港越来越没有言论自由 完全没有报道自由 这个不准那个不准的情况之下 这些细节 在将来来说 是很重要的 现在来说 就是应该尽量继续去挖掘的 按照现在这个情况发展下去的话 会不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呢 当美国这边要动的时候 中共就是香港方面 又要动大家 你来我往的情况 以前一直在说 14亿人就是中共的人质 那似乎现在轮到香港人当人质 怎么办呢 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现在他就是 第一波抓捕这些人 下一步怎么走 下一步如果是 照下棋来说 就是你打我的拳 我踢你一脚 美国就是星期五制裁了 11个港共的这些官员 跟着他们就抓这批人 受香港的港共和中共的心态来说 他就觉得你既然制裁了我 那我现在关门打狗 这班是我的人质 起码有几千人 现在第二批是哪个 第三批是哪个 哪个大把 大批的人要抓的 已经是计划当中要抓的 你既然都不给我面子了 你这样来制裁我呢 那我就是关门打狗 你这么说 似乎有公报私仇的感觉 是否因为美国制裁了中港总共11个高官 才会录这么重的手 当中真的完全不排除有报私仇的成份 譬如今次邓炳强 他是在这个11个人的制裁名单里面 你觉得他会不会报私仇呢 我觉得人就是人 他当然会 他也不是什么道德高尚的人 他当然会有这种心态 弄死你为止 你弄死我 我弄死你 另外就是黎智英 他5月去美国 他是见彭斯和蓬佩奥的 蓬佩奥就是中国共产党 形容它是人民公敌来的 也都是今次极力这样去推展了 今次美国制裁这11个港共的官员 所以当中是不会有丝实的部分 林郑会不会既然这样 我们就动她了 不用想了 这个我觉得绝对绝对 是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除了是关门打狗 你打我一拳 我打你一脚之外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支持香港民主自由的这些人 他们已经知道 不可能要求香港 恢复过去的旧貌 没有可能 一件事情已经发生到 它是整个中共的体制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你只是医好这部分 是没有可能的 因为中共已经将它变成 她的心脏或者她的肺 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你这么说就没什么希望了 那还可以怎么做呢 现在唯一是灭共的 你没有可能是不灭共的情况之下 可以恢复香港的旧貌 我觉得香港其实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现在香港是很国际性的 还有他们的看法是很远的 很多人已经是非常之注意国际新闻 因为现在香港的问题 就已经是一个国际问题 将来来说真的香港有一天会重光的 是在没有了共产党的情况之下 才会发生这件事 如果照你这么说 说要灭共的话 只是香港人是做不成的 那怎么办呢 你说 就是中共这样做法 这个全球的自由阵营 就不能再不能够有任何借口不反应 大家都知道前两天 五眼联盟的外长已经发了声明 就是谴责中共 要他们立法会选举 不可以延期 还有不可以DQ那几个疑愿 已经发了声明 他发了声明 他就会有后续了 他不可能发了声明 你又不做 他就当发声明就算数 不可能的 所以五个外长可能已经有制裁的下一步 再加上今次这样的大爪步 这样高调的大爪步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 甚至于 那现在很重要的国家出了声 当然是美国、英国、瑞士、瑞士 那么中立的 两次世界大战中立的国家都出了声 然德国都会回心转意 现在我们看得到 所以现在这样看法 就是下一步 美国出什么招 是会更加容易得到 全球联盟的支持 甚至他们也有自己的新招会出现 如果照你这么说 全球都是联合起身的话 真是很大的一个动作 这步棋是走得很大的 但唯一可以这么说 就是中共越走这条路 就越孤立 它越是发穷恶 越是把自己逼去一个孤立无缓的 一个这样的黑洞里面 现在看到了王毅上了电视 杨洁篪出了文章 似乎两方面都有软化的迹象 但是全球包括美国在内 似乎不相信他们说 当他们觉得自己这个孤立无缓的情况之下 又透过杨洁篪和王毅 去发出了两个 一个就是电视采访 一个就是一份文章 都有软化的迹象 当他们发觉他们的软化的情况 都没有办法去感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会出很狠的招 正所谓你们赶狗入穷行 就是我已经做了我要做的事 你们仍然是这样 所以他会越来越狠 你说他放软 现在没有人受他 如果他放软 有人受他 他可能会继续觉得这个策划有效 一个就是他越来越狠 他发泄在香港人身上 所以香港人心里面有个准备 这个是其中一个发展的方向 另外一个 如果就是看美国和联盟发什么招 比如说这个制裁去到最高的等级的官员 七个常委 去到那个情况 已经没办法回避 没办法去反击的时候 我想也有可能是有另外一些选择 比如到一个地步 可能将习近平踢下台 当是一个下台阶 然后将国安法取消 这个也不是说没可能 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没有原则的 你逼得他很厉害的时候 他可能是发恶 或者他是用另外一些很狡猾的方式 稍微舒缓一下 然后又再骗过去 不过今次他想继续骗全球的国家 是没有可能的了 我今天查了一下这个主流媒体 刚才说了 这就是除了所有的报纸 大报 全球大报应该报的都报了 现在连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 都居然出了声 就是叫中共要按照基本法来 不可以滥用他的权力 就是就黎智英被捕这件事 另外国际大社这些出声 我相信随着时机发展 出声的会很多很多 我们现在等着美国有什么主要的声音 和英国或者其他国家 有什么主要的声音 香港里面来说应该出声的都出光了 泛民、工会 还没听到大律师工会有什么声音 应该出声的都出了声 但是最令人感动的就是 壹传媒的股票 曾经是在一日之内 从跌到升升了三点几倍 到收盘的时候都是升了1.8倍 这个就是完全香港人 用他们能够有钱他们出钱 《苹果报》在香港 就是一日之内 所有的布滩 所有的7-11 全部抢购一空 我们看到香港 这个不但代表香港的民意 亦都代表了香港 在壹传媒 在大智英很艰难的时候 他们现在就是出手去相助 另外我也从加拿大得到消息 加拿大这个星期 8月16日会在全家有一个救手足反极权的一个大游行 加拿大现在已经在做这件事 我相信这个一定不会只是加拿大有海外华人的帮忙 绝对的支持 绝对不是加拿大一度 那我就觉得做这些这么多东西 一点都不是做给中共或者港共看 都免划烂了它不在乎 做这些东西是做给各个政府看 做给全世界的媒体看 做给全世界的人权组织看 给全世界的学术机构 或者是NGO的非政府组织 任何和政策有关的部门体 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做一些政策 或者发一些言论 他们做些什么 他们要知道下面是否得到有足够民意的支持 如果香港人一声不响 其他海岸媒体疏疏落落幾个人报下 他们会觉得自己的政策未必是一条正路上 所以这个是非常之重要 就是发出声音互相支援 另外就是世界的格局是变得很重要的 现在已经是从光复香港到天灭中国 天有中华的时候 所以大家就是不可以灰心爽志 这个时候正是要坚强的时候 都预了的 7月1日之前我们都知道 《国安法》一出 它一定是狠狠地打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 将会有代价要付出的 但这个代价是一个有希望的前提之下付出的 这个希望是我们过去71年来未见过的 今年这两年 才开始见到有这个这样的处光 也都香港从来未试过开浮到现在 成为全球的焦点 全球支援的对象 无论是个人来说我非常同情一些个人 就是我见到周庭这么年轻 被他们捉了去我心里面很难过 我见到另外两位年轻的朋友 也都涉及到将会很可能被捉的其他朋友 我心里面是非常难过 我觉得我这种难过绝对不是我个人的感觉 因为我亦都跟我相识的朋友 有些不是住在北美洲的 住得很远的 他们都跟我说 他们是很难过很难过 难过还难过 但是坚定一定要一定要撑下去 香港人一定不可以喪至 但我觉得香港人一定做得到 是因为香港人这么坚强 才鼓励了海外很多华人很坚强 骆桥已经见到曙光了 我们都会继续跟进香港方面的事情 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拜拜